好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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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登登 買超多的 嗚 哇 都是吃的欸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網站叫做 iHerb iHerb是一個美國的 保健食品的網站 它的品項真的超級多元 然後在上面呢你可以網購到 你所需要的居家用品啊 健康食品啊 保養品啊 就是各種你想像得到的品項 都全部在這個網站上面 每首次於iHerb購物平台上選購 一點進去發現品項真的超級多元超級豐富 很方便的是它有列出慶祝的產品類別 包含補充品家居美容的 還有像是最新流行的特別優惠的 甚至還有推出純素 有機 無膚質等等特殊類別 讓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 輕鬆搜尋偏好的產品 而且不用害怕它是國外網站 點進去的每個產品都有清楚的中文描述 並提供營養素 下方也有上千上萬來自網友的真實評論可參考 不怕踩雷 點選影片資訊欄下方提供iHerb網站連結 結帳時輸入魅粉 專屬折扣碼想全佔八折優惠 因為魅你們也是要四個大吃貨 對於食品特別的有興趣 所以在家裡不小心手滑了一些品項 今天吃貨魅呢 我們就要來給大家開箱iHerb好物 跟大家推薦一些特別健康又美味的東西 這個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California Gold Nutrition的高蛋白棒 第一個口味呢 它是 因為我個人蠻喜歡吃巧克力的 那它是黑巧克力跟海鹽 然後裡面加了一些堅果的高蛋白棒 它在植物蛋白條排名第二 在全部的蛋白棒裡面排名第六 有人說優秀的 我們的最愛之一 營養豐富 令人滿足隨時隨地可以享受的美味 我怎麼開始流口水了 就是它上面有一些堅果啊 杏仁一些Nuts 就是感覺它堅果用的比例蠻高的 然後後面是那個巧克力這樣子 好crunchy喔 而且帶有一種海鹽的味道 很香耶 這個很好吃 它也不是那種太甜膩的 發現它的巧克力還是偏比較一般 不是特別的黑巧克力 但是我覺得 要給它一個很棒的一個評分就是 它的使用率非常的大方 嗯 好吃 第二個呢 我不小心又手滑了另外一個營養棒 因為我還蠻喜歡吃椰子的 它是每份200大卡 6克的纖維跟7克的植物蛋白 網友評論說 是我健康零食的首選 很喜歡滿滿椰子味的營養棒 口感一流 然後也有人說 不是太甜 每次咬下都留下很好的 天然的椰子味 欸真的有一種椰子的味道飄出來了 它是蠻扎實的一個營養棒 就是整條感覺都是那種 各種堅果啊 它好像也加一些枸杞 一些Vegan人他們常吃的那種堅果種子 全部給它mix在一起 我覺得這款的腳感也是比較chewy的 就是你還是可以咬得到堅果那種碎 但是它是結合一點天然椰香的一種 帶有一種太飛糖的那種 可是你又可以吃到滿爽脆的一些堅果的腳感 我覺得這款也是相當的不錯 我喜歡這個呢 高蛋白質的做鬆餅的那種烘焙粉 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歡吃鬆餅 可是又會很害怕那種麵粉的精緻碳水化合物啊 但是你看它一匙竟然有20克的蛋白質 等於是你在享用鬆餅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補充蛋白質 這點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嗯香氣很棒欸 網友的評論1 美味健康且易於烹調 但買這個鬆餅粉的時候 iHerb網站呢 就有一點賤的跟我說 他推薦我一併購買的 這個零熱量的豐糖的糖漿 因為我真的有一點好奇 平常都是用蜂蜜 然後這一款呢 它真的很神奇 普通糖漿一模一樣 是相當健康的罪惡食品 又完全沒有奇怪的味道 零熱量無負擔感 就像真的糖漿一樣 那現在呢 妹就要來用Flapjack的這個高蛋白的鬆餅粉 來試做看看囉 哇喔 很意外的是它真的沒有什麼蛋白質的怪味 帶有一點小小的乳香味 然後吃起來有點鬆鬆軟軟的那種小鬆餅的感覺 那因為我今天的是比較薄 所以它不像一般外面賣的那種鬆餅 有滿強烈的澱粉的感覺 吃起來真的非常的無負擔感 來HERB推薦我的組合 就是這個鬆餅粉 配這個糖漿 然後再加上這個 Crunch Time 花生醬 所以我腦波很弱的就是直接 一併購買起來 沒有在亂買 在花生的排名裡面是排第二名 而且有多達上萬的評論 網友說不會太甜 而且有細小的花生顆粒 用來抹麵包或者是做健康的甜品都很不錯 在塗抹上面呢 雖然它不是到那種很滑順的花生醬 但我覺得它花生顆粒的香氣非常的突出 所以我覺得熱愛花生的你應該會喜歡這款花生醬 聽我健身的朋友大力的跟我推薦 他打的口號是他又更加的天然 因為他是直接用烘烤的毛豆 他的介紹是說他的脂肪含量比花生低70% 蛋白質比花生高40% 所以他完全就是在打臉這個花生醬 欸真的欸 他的那個營養素真的也蠻好的欸 熱量130大卡 然後蛋白質是14克 欸我都還沒有開那個芥末味就已經飄出來了 哇這個毛豆好可愛的樣子喔 喔 那個芥末直接嗆在我的腦門 喔這個很好吃欸 沒有特別喜歡芥末的話 你還是選比較那種安全牌的海鹽口味 這種芥末口味 吃起來非常的爽 好最後呢 非常吸引我目光的 我覺得他看起來真的沒有非常的健康 但是他就標榜說他叫做protein chips 然後我腦波很弱 就是我看到什麼protein什麼的 我就會很想要買 然後因為Quest呢 他在國外也是那種很有名的健身的人 都很喜歡買他們的健身的補充品 然後這一款薯片呢 在iHerb上面的排名也是非常的高 然後我選的是那個sour cream and onion 在蛋白的營養零食排名第九欸 而且跟你們說他常常缺貨 所以我買到他的時候就會覺得超級lucky 有140大卡 含19克的蛋白質 如果這個是doritos的話 那個熱量應該是翻倍 然後幾乎沒有蛋白質吧 真的也可以這樣爽吃薯片欸 超好吃欸 而且我覺得他很明顯就是 他比起一般薯片不會油 就是如果你是熱式的那種洋芋片呢 你就已經看到他已經在泛油光了 但是他這個薯片應該真的比較健康一點吧 然後我吃進去真的沒有特別的蛋白質怪味 他就是一個很好吃的 有酸奶油跟洋蔥口味香氣的薯片欸 嗯沒有很多 然後可是你又會覺得 吃完之後會有一種飽足感 重點是一份有19克的蛋白質 我覺得實在是太厲害了 這些食品呢固然都是相當的美味 而且會比一般我們常見的垃圾食物的營養素還要好一些 但是他到底真的健不健康呢 其實呢我也不太確定欸 所以今天呢我特別邀請到我們的欣宜營養師 嗨妹大家好我是營養師欣宜 今天呢還是邀請營養師來跟大家分享 有沒有一些在挑選網購的食品要注意的一些事項呢 剛剛有看到你試吃的樣子 然後有幾項我還蠻心動的 等一下我要試吃喔 先教一下大家我平常是怎麼挑選零食 那零食的部分第一個我一定會看它的成分 就是它的成分是越少越好 表示添加物是越少的 再來就是說像我看到你說的這樣 零卡的東西 零卡的東西任何的食材一定會有基本的熱量 就算它是很健康的東西 所以像零卡的東西就要特別的注意 它可能就是用食品添加物的東西來調和 所以比起這樣子的一個糖漿 你還是會比較推薦像蜂蜜啊 或者是真正的那種糖是嗎 對我會希望你反而是吃像蜂糖也可以 至少它原本的食材裡面它還有一些礦物質跟維生素 那雖然它有熱量但是我們平常 砂糖蔗糖那些少吃就可以了 像是營養棒的東西營養師平常會吃嗎 營養棒我自己會做 營養棒的成分它就是堅果 然後如果你要加可可就是巧克力 你的糖分就是額外添加的添加物 我剛剛看到你有一個是有像燕麥的東西 那它就是高纖維 椰子的這個就是高纖維 那像這樣子比較單純的能量棒 我覺得是在運動後比較強力的運動之後 比如說你去重訓 補充這樣子的能量棒是非常合適的 但是如果你的運動量不夠 你把它直接當零食吃 有一點危險 太多餘了 因為它一條其實有點高 對對對 我們像半碗飯它就140卡了 那像這樣子能量棒它其實熱量是蠻高的 再來就是這個 你要不要吃吃看 很好奇 吃起來就像洋芋片 它沒有油炸 它就是用烘烤的 就是蛋白來mix 變成一個像香的東西 然後再去烤 所以烤的狀況下它就沒有油 所以你吃起來是沒有油炸的感覺 對 偏清爽 對 我覺得如果你是愛吃洋芋片的人 你把你平常的洋芋片換成這個 我可以接受 因為平常洋芋片那個熱量實在是太高了 對 又非常油 如果你真的是要看電影 習慣要吃東西的那個行為的時候 你把洋芋片換成這個是可以的 所以是以營養師的眼光來看的話 什麼是你的No.1呢 我最想要吃的是這個 其實這個是毛豆嘛 對 它就是毛豆 毛豆本身就是一個蛋白質 那平常我吃的它就是新鮮的 新鮮的毛豆 它可能就是鹽水毛豆的那一種 那它這個是經過烤過的 所以添加了另外一種風味也是不錯 那這個起來口感還不錯喔 這個我會買 花生醬我自己也會吃 選像這樣子的這種 可能糖分比較低 有一些甚至是無糖的花生醬 我覺得都比果醬來的好 因為果醬就是糖 對 但是這種堅果類 它其實營養素是蠻好的 就是它的CP值很高 如果說你把果醬換成花生醬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一種選擇 好 那接下來呢 我有幾個問題 我真的想要發問很久了 接下來呢就要請我們的新鮮營養師 來給大家破解這些迷思 第一個就是 吃代糖真的不會胖嗎 那什麼樣子的代糖是 對身體比較好或者是 沒有那麼好 甚至是對身體有害的那種情緒 其實現在有害的代糖都被政府禁止了 所以它是沒有辦法添加到食品添加物理的 所以我們吃的代糖其實是安全的 那以前有一些迷思 或者是有一些研究出來說 會造成膀胱癌那些 其實那是到非常大量的狀況之下 它才會吃到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吃代糖 那再來就是說 有一些代糖它是有熱量的 但是有一些是沒有 像沒有熱量的代糖 比如說像阿斯巴田 那它就是零熱量 那像什麼山梨醇啊 你看到什麼什麼醇 木糖醇 它都還是會有一點點的熱量 那它只要一點就會有甜味 所以它的熱量還是非常的低 安全性來講其實是安全的 其實我們在醫院常常 還是會有一些糖尿病患 它是借不了糖的時候 我們反而是會推薦他們使用代糖 我有聽說過就是代糖雖然是零熱量 甚至是真的很低的熱量 但是它還是會對血糖漬稍有影響 對像我剛剛講的有一些木糖醇 或者是它是什麼醇的這一種 雖然不是零熱量 但是它還是有些微的糖分 那只是說它的用量比較低 那對於比較敏感的像糖尿病患 它血糖控制不穩的狀況之下 其實一點點的糖 它的血糖還是會波動 但是對正常人來說 其實我們一般的健康人的狀況之下 它的血糖的控制是穩定的 第二題 營養師對高蛋白的看法為何呢 一般人應該要攝取多少 什麼樣子的人不適合吃高蛋白呢 OK 高蛋白是最近大家討論蠻多的一項營養素 那其實以前在醫院裡面 或者是在診所裡面 我們在幫大家調蛋白質的時候 其實是主要對於trauma 就是創傷 你可能有大量的傷口需要癒合 或者是肌肉需要修補的人 才會需要到高蛋白的產品 那現在的人因為運動量比較大 然後有健身 他就是要長肌肉的這個狀態 所以蛋白質的需求量會非常的大 才會有到我會建議運動員的狀況的話 可能會每公斤要到兩克的這個蛋白質的量 像這一些高蛋白的產品 才會比較適合給這種 運動量高的運動員來試 所以像妹 你覺得妹這樣子的運動量 一天大概攝取100克上下的蛋白質 1.8到2倍左右 對 因為妹是屬於比較有在重訓的人 那在運動後補充這樣子的產品 它是迅速的可以去吸收跟修補你的肌肉 但是如果不是每一天都有重訓啊 或者是重訓的量不足的時候 其實是不用吃到兩克 新量運動到重量運動的人 可能1到1.5倍就還蠻適合一般人 對不對 那有一些像如果你有腎臟疾病 或者是說有慢性病患 蛋白質的量反而是要控制在每公斤體重0.8 腎臟功能不佳的時候 它就會停留在你的血液裡面排不出去 就會傷害到腎 那聽起來我發現營養師對於如何挑選食品 其實就是盡量要選擇 對天然跟圓形的食物對不對 對 其實我80%的時候還是吃 喜歡吃天然啊圓形的食物 那當然你們也知道就是我們現在活在就是一個 美食琳瑯滿目的一個現代 你很難不對這些食物有所可求 所以有時候內心就是還是會很難壓抑 對於這些精緻食品的慾望 不要百分之百的追求天然 這樣其實會對一個精神上面會造成太大的壓力 很多飲食上的一個精神的疾病 也都是這樣子出來的 我們可以保留20%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愛吃的食物 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緊 這樣才是比較推廣的一個生活心態 謝謝營養師 你們也知道宅在家的時間真的很多 有時候沒來有的人就會嘴纏想要吃一些東西 所以我相當推薦iHerb這個非常厲害的購物網站 可以完整的看到網友的真實評論 實際上收到產品 我個人是覺得還滿滿意的耶 所以呢如果你在家裡真的是嘴纏 相當推薦iHerb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對 好